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下明白了吗 雷雅 你根本没有对不起我 而是对不起你自己 我在传授光明魔法知识的时候 你错过了 以后当你用魔法时 没有这方面的知识积累 出错了受伤的已经 所以雷雅 主 下次可不许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雷雅喜欢看明镜吗 哦 怎么说 看不懂 不好意思 两位请安静一下 抱歉 抱歉 这样吧 飘吧 看过吗 没关系 我来给你讲讲 从前呢 有一位富足且颇有地位的 种植园主的女儿 然后在第二年的夏天 呃 雷雅 睡着了 真哪 你没办法 那就好好休息一下 没关系了 后来不也一会儿就醒了吗 不会了 小雷雅的睡脸很可爱哦 不过回去得好好休息啊 不要勉强自己 下次再给你介绍 谢谢 我会好好保存的 我看到你的 你搜那一段时间 就 wiadomo玻璃 你开飞了吗 我给你做 我们就知道